大家早 今天是2月20号 2021年星期六 昨天马来西亚首相 也就是 当事与 母医地呢 就公布了马来西亚推展 5G 聘经纪 就是在2021年年底呢 就要落实 以分阶段的落实的方式 来让这个5G 这个技术呢 派上用场 同时候在2025年的时候呢 会进入大马 经济大蓝图的目标成就 也就是在三年 四年里面吧 就是要达到就是在 创造50万个 工作机会 同时呢100%的家庭 都能够在 网络服务 网络学习上面呢 享受这一方面的服务 同时候在这个数字经济 也就是大马 数字经济呢能够贡献GDP 22.6% 这个是带来的好消息 同时候呢在这个大蓝图 数字经济大蓝图之下呢 会创造87万5千家的微型 和中小企业 采用电子商务 也就是e-commerce 就是有87万家公司呢 能够全面的 这用e-commerce 同时在2025年的时候呢 要吸引两家本地 或者是外资的 独角兽企业 独角兽企业就是 10亿美金的revenue 销售额来吸引他们 在这个大蓝图里面呢 展露头角 同时在2025年呢 这个数码化投资额呢 是到达700亿令吉 也相等于大概160亿美金的 这个投入 还有就是startup呢 会创造5000家的 startup企业5000家 所以在这一方面呢 2025年呢 所有的公务员呢 都能够掌握这个数码技能 就是大概 一百七十万名的 这个公务员呢 都能够掌握 这个数码技能 digital ability 这个就是 今天销来的 这个大方向好消息 当然这个5G呢 我们也期待 有一段期间 本来是在去年 2020年要落实的 当时候的 新盟政府呢 在之前呢 也有想说要推5G 当时的消息是在 在兰卡威 就是在兰卡威 推行 但是因为 这个政权的更迭 所以就变成 就有了 出现一些变数 所以昨天呢 马来西亚首相 就摩尼定就在 正式的推 推展了这个5G的 这个 聘经济的 这个大方向 我觉得这个 事实 同时候在这一个 数字经济的大蓝图的愿景呢 就是在2025年 大马要成为 区域数字经济的领导 所以关于马来西亚的这个 数字经济大蓝图呢 我希望在国内外的朋友 能够积极的响应 包括在美国的朋友们 欧美的朋友们呢 有这一方面的技术呢 能够参与马来西亚往数字经济的这个发展 而也欣赏这一种系统